霹雳作为西蒙前线州,首先要看的当然是打门国席 安华这次身先士卒,从波德森转战打门 对战首土的国盟土著团结党署理主席阿莫费沙 令选情充满看头 打门有16万名选民,这次选举陷入四角战 如果安华在打门胜出,而且西蒙在大选后执政 那么安华就会当首相 国阵兼巫统主席阿莫扎西已经6次在巴掩拿都中选 这次如果胜出,就是第7次担任当地的国会议员 公正党领袖三苏伊斯干达跟随安华到霹雳上阵 能不能半岛贪腐案缠身的阿莫扎西 也令巴掩拿都的选情增添话题 一例国席在上一届大选由国阵赢得 但原任议员在2020年去世 一席悬空至今 国阵巫统这次派出巫卿团团长阿斯拉夫首土 面对西蒙和国盟的竞争 拉绿国席最受关注的候选人 是国盟土著团结党总秘书兼内政部部长韩沙赛奴丁 韩沙赛奴丁上一届大选时以巫统旗帜中选 之后他跳槽到土著团结党 韩沙赛奴丁也被指是策划洗来灯政变的幕后黑手 最终推翻了西蒙政权 拉绿这次陷入四角战 太平是行动党本届大选攻打八个国席的其中一席 黄家河从宇宝东区转战太平 原任太平国会议员郑国林则弃国公州 黄家河是原任公帐会主席 他领导公帐会时揭发滨海战舰弊案 引起举国关注 黄家河这次为行动党首土面对六角战 和风国席这次由国大党主席维尼斯瓦兰出战 挑战公正党原任议员柯沙文 和风这次陷入七角战 以宝东区由李存孝负责为西蒙首土 原任议员黄家河则转战太平国席 以宝东区向来是行动党的强区 这次陷入三角战 以宝西区由原任行动党议员古拉首土 古拉是西蒙时期的人力资源部部长 也是行动党的全国副主席 他这次在以宝西区面对四角战 尼可汉这次在穆威国席寻求蝉联 他已经连续三届担任穆威国会议员 尼可汉这次在穆威面对三角战 另外两名对手分别来自国阵的马华和国盟的民政党 巴西沙勒在本次大选备受关注 是因为巫统革除了原任议员打组钉 因此新面孔前上议员凯鲁阿兹万 能不能为巫统捍卫这个议席就备受关注 巴西沙勒四角战中 另一名备受关注的候选人 就是代表公正党上阵的聂奥马 聂奥马是伊党已故精神领袖聂阿兹的长子 洪图侃这次由诚信党原任议员哈达兰利收吐 并再次对战霹雳前大臣战比里 上一届大选哈达兰利只以400张多数票赢得这个议席 因此洪图侃作为边缘议席值得关注 另外这里有海军票 因此滨海战舰案会不会引起海军对原任国阵政府的不满 也值得关注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寻求捍卫安顺国席 并面对四角战 原任公正党单容马林国会议员郑立康首吐 但是面对马华候选人兼原任教育部第一副部长马汉顺的挑战 单容马林这次迎来六角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